朋友你好,我是来自中国新疆的清然 今天为你带来的是非常美味的电饭锅板排骨蒙饭 我一直特别喜欢吃蒙饭 因为感觉它可以很随性地放入自己喜欢的食材 本期的排骨蒙饭呢 我也是融合了网上的多个版本的做法 并加入了一些自己的喜好 蔬菜丰富,肉香四溢 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这次的食材准备呢并不复杂 都是些常见的食材 排骨我选择的是这种肥瘦相间的肉 吃起来会比较香一些 蔬菜方面呢我准备的是皮牙子 也就是洋葱 还有土豆胡萝卜以及香菇 大米300克用清水浸泡20分钟 为了更好的口感 建议使用东北大米 土豆切块 块稍微大一些 胡萝卜呢切成小块就可以了 洋葱呢切成丝或者是小块都可以 香菇去地后切成小块 新鲜的排骨冷水入锅 适当的加几片姜 大火烧至煮沸后捞出沥干 这一步的目的是去血水 起锅热油放入洋葱炒香 放入一勺新姜辣酱或者是豆瓣酱炒香 接着放入排骨 老抽8克 料酒10克 翻炒均匀 放入香菇 土豆 胡萝卜 还是翻炒均匀 倒入适量清水 水平面略低于食材 再放入适量的蚝油 以及10克的生抽 稍微尝一下咸淡 添加适量的盐 为了使食材更加的入味 盖上锅盖 小后蒙煮10分钟 取出家中的电饭锅子 将泡好的大米放入锅底 接着放入锅中的菜和汤 汤汁需高于米粒 一厘米左右 可以用筷子试一下 盖上锅盖 开始蒙饭 哇 真的是香气扑面而来啊 记得之前有一期做的是新疆抓饭 有朋友问我用电饭锅组可不可以 其实是可以的 步骤呢 与这个蒙饭是差不多的 有一些细节的区别 点缀上少许的小葱 直到非常美味的电饭锅板排骨蒙饭 完成 一般吃蒙饭呢 我都会搭配一个小菜 这次准备的是榨菜 先来尝一块大大的排骨 肥瘦相间 哇 土豆呢 已经炖的比较面了 真的是好吃到想哭啊 这个蒙饭啊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随便选上几种自己喜爱的食材 用电饭锅这么一蒙 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我一般做蒙饭呢 会做的比较多 因为可以渗到第二天 再稍微热一下 那感觉是更入味了 现在这个米饭的温度呢 也是刚刚的好 我喜欢这样就上一口榨菜 再蒙吃几大口 这扎实的口感 真的是让我太满足了 简简单单 一日三餐 这里是千然小厨 谢谢您收看我的视频 请记得订阅我 并点亮小铃铛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